2021年6月6日 约书亚登山宝训 传导J&J Castle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人类的孩子们 你们带来了地球上和整个宇宙中所有友谊和充实的石箱 每颗心都是我的家 你们的完全意识知道所有生命的本质 今天我带来了真理 今天我传授知识 今天我更新我的人类 作为你们中的一员 今天我通过你们工作 你们也通过我工作 正是这种共生关系 你们现在正在意识到 这种统一已经被许多人体验和生活 我再一次把我充满爱和信任的信息给予你们 为此 粘打开的光之通道为我服务 因此 也要相信你们自己 因为许多在你们看来难以置信 甚至闻所未闻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而许多迄今未止你们所熟悉的事情 已经强迫你们自己成为事实进入你们的生活 而并不是因为它与当时我在地球上生活的事件相一致 停下来 打开你们的心 这样你们就可以分辨 这样你们就可以包去黑暗 给你们的生活增添一种全新的充实的力量 并最终在这种力量中闪耀 接受充实的日常生活 因为真理会解放你们 你们的综合力量的认领是迫在眉睫的 并将通过真理来实现 我再一次把我的爱引向人类 再一次 我提起这个词 上帝的话语要来到你们面前 要在你们心里点燃对众生的爱 我再一次提高我的声音来提升你们 让一切从最初的存在之源而来的 注定要降临地球的事情都得到实现 对地球母亲完美的奉献和对你们任务的无条件奉献 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这是现在每个人所期待的大师品质 只有当你们完全服从于你们的神性时 你们之所示的大师才能释放他的力量 然后你们就是大师 生命和光 这个过程首先通过信任的 无条件的和绝对的质量 日复一日的通过 不管发生什么 相信上帝 在这种状态下 你们仍然认为自己与他分离 但是你们越是提升你们进入这种信任的能量 你们就越接近与他融合的程度 这种对一切万有的信任是始终如一的 持续的 永久的对你们作为神圣存在的成长做出贡献的基础 如果不信任上帝就无法做到与神合一 这超乎一切的极乐状态 由你们在他内在升起 他就在你们的内在 对上帝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决定性的存在状态 以便能够在地球上传播他的根源 因为通过你们的自信 你们很容易完成你们的命令 这是适合你们的 也是给予你们的 你们来自永恒的契约 只能通过这一点来展现自己 因为你们被束缚在你们的生命绳索 和你们的生命之流中 如果你们相信 那通往无条件奉献的道路就已经铺好 如果你们经常被你们的信任所证实 这种生活的感觉会在你们内心蔓延 直到你们完全被他所接纳和充满 这是真的 一切都会处理好的 所以不要担心 你们要照顾好上帝的王国 别的都会自然给予你们 这是永恒和宇宙的法则 所有生命的本质 如果你们首先相信上帝 一切都会给予你们 那样你们就真的被祝福了 因为天堂就在这里 呼唤 亲爱的一切存有的父神 亲爱的一切存有的母神 我相信 我无条件地服从 我是来自存在的包罗万象的爱 我相信这条路 因为 我就是这条路 就是这样 这个召唤 巩固了你们的信任 当它展现在你面前 这是对生活的信任 要进入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 你们需要这种信任 来自你们的家的原始信任 对上帝的信任 这个我是的召唤 形成了你们心中的孕育之地 成为上帝独特表达的无条件性 和在日常基础上体验自己的无条件性 就这样被锚定在你们身上 因此 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在你们体内建立 直到你们与上帝的宇宙力量完全连接 通过这一点 奉献是可能的 当它实现时 人类生命的奥秘就被破译了 那些无条件的信任和服从上帝的 是真正有福的人 天堂是他们的 天堂与他们同在 是的 真的 这样的人就存在于天国 一旦你们找到了进入这种生活方式的方法 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们 你们在爱于被爱中 被祝福 被尊崇 被开悟 被觉悟 上帝的手所给予的知识 带领你们 引导你们 给予你们 抱住你们 让给你们永不跌倒 他爱住你们 关心着你们的福乐 这种统一是完美和完整的 他维系一切 实现每个人 亲爱的上帝的全能后裔 你们要起行了 出发去往新的海岸 不要害怕 要信任 我把你们所蒙福的话语 传给那些聚集在约旦河 要听 要看的人 把上帝的道领受在他们心里 这福气充满了他们 并且蔓延开来 我说 温顺千和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会创造和平 因为只有一颗温柔 平静 充满爱的心 一颗安定下来的心 才能带来和平 表里如一 你们内在的一切 都会在外在得到反应 所以要变得温柔 要勇敢的去活得温柔 你们要坚定 因为地球上的和平的国度 已经到达黎明 把你们自己从你们内部 和周围所有的战争状态中 解放出来 把这种不完美 从你们的生活中释放出来 一劳永逸的 摆脱不适合你们的恐惧 上帝之光会解放你们 直到和平和温柔 从你们被疗愈的心中流出 地球上的和平被给予了 爱的时代开始了 我再说一遍 上帝之光会解放你们 召唤光明吧 再一次 我提高了声线 那些来聆听和领受上帝的道的人 被深深的满足抓住了 可求真理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 是的 正是这种对真理的渴望 对我们内在知识的渴望 把上帝的活动带入了人类的生活 认识所有生命的真理 认识人类生命的真理 认识你们之所事的真实性 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 一切都已经给予你们了 真理也不再退让 你们如果预备好接受这知识 你们的心就会充满了这盼望 关于所有生命相互联系的真理 对于每一个开始走出黑暗 进入光明的人的心灵来说 都是可以接近的 你们如果完全向上帝服从 真理必向你们显现 包罗万象的知识就会被给予 你们永远都在光中 纯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能看见上帝 这也是最重要的中心点 是最重要的基本方面 你们纯洁的心 把你们自己从所有的妄想中解放出来 从那些阻碍你们进入心灵的想法中 解放出来 揭开你们的心 诚然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纯洁的 但是当你们对生活充满了错误的假设时 你们要如何达到这种状态呢 亲爱的义们 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在黑暗中结束你们的旅行 清理你们对生活和你们自己的旧的 有害的印象 这就是重点 这就是我说的纯洁的心 我重复一遍 召唤光明 亲爱的义们 去解放自己吧 去信任上帝一切所行所赐的荣耀 带着带来持久和平的意图去行动吧 因为温柔的人属于这个地球 这个和平的新地球 去吧 我 耶稣基督 送你们去 去带来光明吧 去成为光明吧 那些在上帝面前看见自己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的祝福充满了在湖岸聆听上帝话语的人们的心 而我降临并行走在他的孩子和服从于他的爱的人们中间 上帝的儿女们 我与你们同在 我 来自无条件的爱的存在 耶稣基督 谢谢大家 在哪里 以致 让你 设计 那些 对